好,我今日所讲的主题就是建立一个充满主爱的家庭 一个怎样有神的爱,充满的家庭 其实我们个个都想家庭是充满爱的 家庭是温馨的,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但是的而且家庭是会有困难的 家庭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困难 但是呢,靠着耶稣是可以一步步提升 可以家庭越来越美好的 那我祝福大家,在我们的家庭,就算现在有困难可以提升 如果家庭已经有好的地方,就更加提升的 那好似我和太太的关系,我就会提升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关系越来越好 更加越提升,能够同心合意一起 享受,互相享受,享受生命,享受神的同在 好了,那想我们的家庭,大家想不想家庭充满爱啊? 享受家庭 我相信大家都想的,你不想回到家庭是没有人的 或者是家庭没有关心的,没有帮助的 就算现在家庭有困难,但是呢 如果有困难的地方,如果改善了,是不是那个图画会很好啊? 就是说,如果你和家人的关系是改善了的时候 那其实靠着耶稣总有一些改善的位置 那首先,我们想家庭有爱,就是有个充满爱的地方 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懂得爱的人 因为,我们不懂得爱,家庭是很难有爱的 那我们怎么有爱呢?因为首先呢,就是有神的爱 这个世界上是,人呢,我们发觉,人神呢,那个本性呢 神呢,做了我们的本性呢,是有爱在里面的 所以人呢,有測忍之心的 见到有人呢,譬如说很惨呢,我们会很想帮他的 就是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的 但是,为什么家庭有这么多吵闹呢? 因为人有測忍之心,为什么这么吵闹呢? 因为人犯罪之后呢,自从人类犯罪呢 就,开始呢,就会,他的猛烈奴躁就走出来 而且,看到对方不好,又走出来 于是,心里面呢,就会受到人的影响 就会,不能够去爱了 但是,我们本质是一种爱的 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呢,爱一只狗容易一点 那,刚刚呢,就...在电视呢,有一个这样的电影 那个电影,其实我没看清楚的 我看了看,就会告诉我 就说,有个人呢,他呢,就... 儿子就出了,搬了出去住 那他呢,就...家里有一只狗 他就整天将一只狗呢 那只狗叫... 丁丁 就整天将狗的那些照片呢,就发给他的儿子 那他子呢,又觉得尷尬,和麻烦 因為她正在上班 她經常發照 很多照片送給她 她就告訴媽媽 拜託你不要再發這些給我了 不要再發丁丁的照片給她了 後來發覺 丁丁剛剛死了 她就發現一件事 她媽媽跟她說 知不知道你搬開了之後 是誰陪我呢 誰安慰我呢 是丁丁 丁丁經常陪著媽媽 令媽媽覺得很舒服 反而她兒子是做不到她兒子的積分 她兒子就埋怨媽媽 愛個七隻狗多過我 但媽媽就跟她表達 但的確 我想得到你的愛 但我得不到 得不到你的關心 但丁丁又給了我 這一個比較諷刺性的故事 提醒我們 有時我們愛一隻動物 可能會愛多一個人 但有時人給不到愛的時候 人可能會愛動物 那現在為何動物更加容易愛呢 因為動物不會駁頸 駁嘴 她每天有東西吃給她 她很開心 她很反應 她永遠都不會說 吃飯 不想吃了 她不會有這些反應的 她永遠都是這麼好的 所以 關係很單純 因為狗沒有人的罪性 所以變得很單純 所以人有時喜歡跟狗相處 因為狗 你永遠養一輩子 除非你打牠 你不如打牠 牠一輩子都對你很好 但人又不是 到一陣子都對我們不好 所以有時 愛狗容易一點 愛人難一點 不過 人始終我們需要人的關係 如果一輩子只有一隻狗 譬如牠沒有朋友 一輩子只有一隻狗 你會覺得很孤單 我們都很想人與人之間 人與人之間有愛 那這種愛是需要我們建立起來的 是可以衝破到的 其實我自己成長的家庭 其實是很缺乏愛 所以我小時候 我的記憶之中是沒有什麼笑的 而且是沒有什麼愛的觀念 是到我相信耶穌之後 一路慢慢去成長 而我和我太太 她也給我感受到很多的愛 感受到她裡面的開心輕鬆 讓我個人是更加輕鬆的 聖靈給我輕鬆 但我太太也給我輕鬆 原來 神的本質可以感化我們 首先有神的愛 才能夠愛人 我一起讀兩個經文 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 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廣東後書五十四節 原來 基督的愛激毀我們 因為我們想一人見 眾人死 眾人道都死 這個世界上 其實人都缺乏 人都需要愛 世界上 你問我 你問周圍的人 你的愛夠不夠啊 我身世的人都說不夠啊 很多人都是 心裡面都很想有更多愛 所以有人有愛的時候 他什麼都制的 當他又覺得 通常有個異性啊 有個男朋友 女朋友 哇 愛他的時候 他真的什麼都願意去做的 這個就是人很需要愛 但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真正愛到我來說是神 而他真的能夠祝福我們是神 而神能夠一個人的生命中 他的生命都可以充滿愛的 那這個是可以很大的改變 其實我小時候是不懂得愛的 但是耶穌教了我 懂得愛的 那這個呢 就是神的恩典 我們愛 為什麼愛呢 因為神才愛我們 其實神的愛日都表達過 神做那些花 那些梅典好吃的東西 就是神做那麼多好吃的東西 你不喜歡這個味 你喜歡第二種味 總有一種味 總有一間在附近 但總有一種味 是你喜歡的 感謝神 當你享受的時候 神是愛我們的 而我們每個人 雖然耶穌都可以經歷到 神的愛 神的平安 那你就說 我有神的愛 所以我懂得愛 那這個呢 我們之前都講過 我很簡單地講就是 神會尋找我們 卸面我們 又拯救我們 去找我們 是很大的恩典 他有耐性感動我們 他有感情的 有些人以為神是沒有感情的 他很充滿感情 所以當你充滿神的愛的時候 你是會笑得有感動的 我小時候其實是沒有什麼笑的 我有開心 但是我不笑出來 我還記得我在中二所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二 我們學校的口琴隊 是經常拿冠軍的 我是參加口琴隊的 我參加的時候去比賽 比賽的時候有兩隊上台 這兩隊就是一隊是冠軍 一隊是亞軍 那他那個宣佈的人就說 你兩隊上台 然後我宣佈誰是冠軍 那他宣佈我們是冠軍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 每個都跳起來了 但是我完全在那時候覺得 沒有這種的 即是這種自信 啊 很開心啊 哇 很興奮 是沒有這種自信 因為我小時候是沒有笑的 就是我小時候的家庭 是令到我沒有什麼自信心的 所以我當時我就看著他們笑 我又很羨慕啊 不過我自己又笑不出來 我又跳不起來 我又跳不起來 他們又跳又笑 即是就是 神真的是很好的 他真的能夠 現在我可以隨時經歷神的喜樂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進入神裡面 是可以這樣整個人醫治 我小時候是發漠夢的 是夢遊的 夢見鬼啊 小時候聽鬼故 經常夢見鬼 還有想去洗腦間 又不敢去 那我發夢就去 為什麼去完 就是這麼急的呢 真是害怕 不如害怕 這些經歷我都有過 還有呢 又發夢去到 世上又見鬼了 所以就很害怕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上 但是神可以圓圓將我醫治 這就是神的愛 祂是很有感情 還有祂永遠想念我們 祂又為我們祈禱 祂又戀愛我們 很想跟我們有種親密關係 祂又祝福你的 祂又親切 祂會稱呼這個人 這個十二年血流的女人 稱呼女兒 就是神都說 兒啊女啊 你是我的兒子 是我女兒 我看著你 我會喜歡你 我會提升你 就是神對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其實在我這樣的家庭出身 我沒有可能會有這麼多教育 但是神給我很多方面的教育 讀書也讀很多 學琴 學吉他 學打鼓 什麼都有機會學 學綁道 聖靈充滿 怎樣帶領聚會 都有機會學 神都是給我 其實神都很想 大家都得到的 神就是很親切 你跟旁邊都說 神很親切地愛你 神很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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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會醫治我們的心靈身體 我發夢最重要的時候 我發夢起了一份牆 然後我發現我起了一份牆 在裡面 我就在夢中大力打 那時候 因為那個地方 那些牆 就不像香港的牆 那樣的牆 是臨一打下去就穿了 結果 旁邊的同學 還走過來拍門 他什麼事 因為我 我發夢 即是說 可以這麼嚴重 但是神可以醫治我的 將我裡面那種的 巨怕 那種的 膽險 可以釋放 醫治 神是充滿我 所以我們越有神的同在 可以得到醫治 所以有很多人說 我有這些困難 其實我都感受 我明白 我都曾經試過壓抑住 我曾經試過害怕 無緣八少爺會害怕 沒有事 已經沒有事 但是 還是害怕 因為曾經被人罵 所以我心裡面都害怕 神都可以醫治 在天堂 在天堂 充滿愛 沒有人際的問題 在地上 我們可能都經歷過 有些基督徒 會傷害我們 但是上到天堂 他會不會不理睬你 為何那個時候 會不理睬你 他會不會去到天堂 不看你 不會的 他直接 嘩 很開心你來 你有來 很開心 他好像忘記了以前發生的事 或者他會向你道歉 他說對不起 我以前這樣對你 請你原諒我 去到天堂 個個都好 就是完全充滿愛 這個真的很漂亮 在神裡面很漂亮 所以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的家庭 和我們的教會 是可以改變 你的工作的地方 你可以影響的 我們可以很大改變 但是到底我們的內心 是否這樣呢 內心是否充滿愛呢 家庭是否呢 教會是否呢 這個我們可以建立到 我們可以建立到 其實愛人呢 你不要想著很難 因為耶穌說得很容易的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只能不能分得上一次 就是你的心 你見到他需要水 你就送給他喝 本來你想喝的 你送給他喝 你請他吃東西 你關心他 你和他一起 你陪伴他 他就會 神就會很歡喜 其實愛人呢 你不要想到很大的事 就是稍為你因為 神的愛 你就說 我開心見到你 你向他微笑 神已經很歡喜 神見到你有這個心態 有這個動作 神就歡喜 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 原來你做任何神 歡喜的事情 都是很簡單很容易的 希望大家呢 就不覺得一種壓力 而是覺得呢 愛神 愛人是容易的 那你開始呢 你可以一步步去做 你就將愛 帶在你的心 帶在你的家庭 你的教會 和你工作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有時候有些困難 但你有機會為他做一些好事 譬如有些需要幫 就算你自己忙 你看我 你想要我幫你忙嗎 當你得到人的心 得到你馬上做的工作 是更加重要的 當然你如果趕著你的工作 要做完 就是你沒辦法 但如果那個人 有些東西掉了成地 你有很多事情做 但你走去幫他撿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特別 就是得到人的心 是比較得到我們的工作 更加寶貴 一起講 一起講 我們得到人的心 比較得到我們的工作 更加寶貴 就是我們能夠在 我們對人的愛 關心 能夠影響到一個人 是比較我們 世上得到很多事情 更加重要的 充滿愛的家庭 會帶來什麼 祝福我們一起讀 享受家庭和生命 更好的支持 更能帶家人信主 更能幫家人事事成長 減省很多麻煩 更易是共主 第一 我們享受家庭和生命 你想一路開心做人 做到你回天堂那天 因為你想每天都不開心 我每天都想開心 你想開心 你越付出愛心 就越容易享受 但人很容易就說 你都沒做什麼 你都沒做什麼 那是要求 其實我們越付出 對方越改變 用正面的方法 就不要說你沒做什麼 沒做什麼 這句話其實沒什麼幫助 他不會做的 你說他沒做什麼 他不會做的 反而你和他一起做 我們一起做 那就激勵他下一次自己做 這個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還有更好的支持 比如說 你想做些什麼 你家人支持你 你更加容易做得到 有家人的支持的時候 我們很多事情 很想去做的時候 比如你需要經濟的幫助 他一起合力幫你的時候 你都能夠做得更加好的 還有更加容易 帶他們去信耶穌 又幫他試成長 試成長可能包括 他讀書做得更好 他做工做得更加好 他的婚姻更加好 也都幫他信主更加好的 還有減散很多麻煩 因為如果家庭不好 有什麼問題發生 第一 罵完膠先 罵完膠先 要處理 但是如果你在家庭裡 有很多愛的時候 就一起面對 經一事長一致 經一事更關係更進深一層 即有什麼事發生 反而關係更加進深 我和太太都是 為什麼我講我和太太的例子呢 我就是激勵大家 即是說我們個個都 有一個好的榜樣去努力 我們時時都是講正面的話 我們時時都盡量去做一些 令到對方覺得被愛的事 但是的而且有時候 有些我不記得 有些又不記得 或者我沒有這個心 這個心 男和女是始終不同的 女是比較體重關係 在我來說 我體重關係 我不會想到行動 像她那樣細節的 她會想到所有細節 經一事 有時她提一提我 我又是 我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太太有留意 有做的事 我都留意一下 在這件事來說 我就更加投入 當我們更加投入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做的事的時候 更加減散了很多 即是任何負面的事 或者任何的摩擦 更加一起去做 而且更易侍奉住 你侍奉住沒有後顧之憂 你不會一直侍奉住 一邊想著 我輔導這個人家庭 但我家裡其實是男人家 就沒有這種後顧之憂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家庭 這麼難充滿愛呢 為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人少充滿實的愛 家人少一起親近實 人當時要求家人 怎樣對自己 長期相似會見到家人問題 人難於忘記家人的問題 人不明白男的分別 因為人很少充滿神的愛 即是很少人是經常充滿愛 我是被愛的 我是被愛的 是很少的 是真是一個人 是經常在神裡面 才能夠充滿神的愛 而且很少一起親近神 其實親近神 不要當作是一種職責 而是得力的 可以得到力量的 那我們的聚會 都是希望大家得到力量的 人當時要求家人怎樣對自己 即是經常都是要求 於是要求的時候 就會大家產生不開心 長期相處就見到家人的問題 很難忘記問題 經常都說 他經常都是這樣 他又不做事 他又不幫忙 就會在腦裡有這種意念 令到產生問題 還有人不明白男女的分別 因為男看錯事情 看錯做事 女看錯關係 男女是不同的 但是每個男和女 每個男和另一個男都不同的 媽媽和女的性格又不同的 這些都是我們要認識 認識之後 就會更加能夠面對這些問題 好了 那怎樣建立一個充滿愛的家庭 一個充滿耶穌愛的家庭 第一就是從神得力 因為耶穌 我們不要想著信耶穌 我們要祈禱平安一點 他真的會將你的生命改變 真的會令到你的心裡充滿愛 我以前 我起初侍奉神的時候 我只是想著教導 我起初期侍奉 我就想著教導聖經 講聖經 我是沒有想到 在侍奉裡面 可以令到教友感受到愛 感受到神的愛 和我的關心 我的愛 我只是想到我要教導 我提升他的生命 雖然我會關心 但我不知道 原來神的聖靈 可以這樣醫好人的心靈 我現在對於事奉的心態 和初期不同 初期我就是想著 帶他們去信耶穌 帶他們聽耶穌話 遵從神 就是這種的職責 但我現在想到 我想到信耶穌 這個人更加經歷神的愛 給耶穌的愛更加醫治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五章五節 因為所至給我 你的聖靈 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心裡 宇恆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福道樹 你們是知子 尚在我裏面的 我也尚在他裏面 此人就當結我一子 因為你了我 你們就不能遭受我 這個講求 聖靈可以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裏面 真是神的愛 傾倒入來 在1998年 當這個報道家為我 祈禱一按手 立即電流湧入來 立即神的愛湧入來 他真是很強的恩高 永遠很強的憐憫的恩高 我也有試過祈禱 有些人經歷電流 經歷愛 經歷能力 但真的不像當日 他祈禱那種情況 因為他真是 他們在阿根廷 他們很多祈禱 很多聚會聲明的能力 是很強很強 我自己也想 禮神給我託父 也很重要是 教導的恩賜 所以我需要寫好東西 我希望我整天 由早到晚祈禱 我都很想這樣 這樣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他們能夠在 阿根廷祈禱很多 他真是充滿神的愛 當時我真是很震撼 神的愛 進入我裏面 所以我以後 我就說 我很想和神有這個關係 因為我很想 好像這個報道家 有這種能力去幫助 神就一路一路提升我的 我們大家都可以的 你和教練都說 你都可以充滿神的愛的恩高 你都可以充滿神的愛的恩高 愛的恩高 還有 整天在耶穌裏面 我們就能夠結果子了 因為來了耶穌 我們就不能做什麽 我們沒有了耶穌 我們做的只是用我們人的智力 神可以提升的 譬如我自己彈琴 我跟我的老師學 後來聖靈教我的 我彈的時候 聖靈被我感動 可以這樣彈法 可以這樣自由 那我就提升了 在我學的時候 不是這樣彈法的 在教我彈的人 他們彈的方法 都是比較規律性的 其中有人彈這樣很漂亮的 不過他的方法 我學到的時候 都是 我不貪 我不貪 都是一種 規律性的彈法 但是呢 神有路教導我 讓我是一個 一個盡心物 原來在神裡面 神會賜給我們 不同的智慧 在無論哪一方面 神都可以給我們 不同的智慧 更加好的 跟家人一起看聖經討論 敬拜 和祷告 神很喜歡 《瑪丽基書》三十六節 大家熟悉《二汗福音》三十六節 《瑪丽基書》是 舊約最後一篇書 一起讀 這個經文 大家請大家記得 《瑪丽基書》 《那時經歸耶穫華的彼子談》 《耶穫華則以易聽》 《且有紀念策在他面前》 《紀錄那經歸耶穫華》 《思念他明的人》 《思編145篇18節》 《凡求告耶穫華的》 《誠心求報他的》 《耶穫華便宜他很相近》 這個講到 《經歸耶穫華的人彼此談論》 他談論什麼呢 他一定會提及到神 他不是說看什麼電影 玩什麼 吃什麼 他會講到神的事情 神的反應是什麼 質以而聽 大家 你會不會覺得 神會質而聽 我記得我很深刻印象 當我小時候 我第一次見到我後母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當時我爸爸和我媽媽離婚 我後母出現的時候 很特別的記憶 當我一說話的時候 她眼睛睛看著我 這件事當時是這樣發生 當時我有一個很好的印象 就是一個人看著 因為以前家裡沒有人看著 所以我小時候是沒有看著人 眼睛的習慣 但當時她看著我 留心聽我說 當時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的 神也是這樣 神真的是 就是失以 留心聽我們說話 看著你 所以當你說任何神的事情 因為你分小組的時候 或者幫人的時候 神我看著你 聽你說什麼 或者我在說信息 神在聽著我說話 我說神 你說的更厲害 為何你要聽我說 神是有興趣 任何一個人 你心裏面對神的反應 神都很有興趣 神是對任何一個人有興趣 他就會則而聽 而且他聽完 不是只聽完算 他有紀念冊 他就會記錄下 敬畏耶和華 思念他明的人 因為我認識兩個人上天堂 他們都講到見到這個紀念冊 他們見到他的生命 他見到神用手筆在旁邊寫 他的生命是用影片的 他兩個都是這樣說 然後旁邊有手筆寫神的反應 而神的反應是講到他的感受 神為了他的傷痛而憂傷 神寫出他的感受 這裏就是講到 神記錄下我們所有 因為神緣故而講的說話 所以會不會很有動力 我講多些神喜悅的說話 我講多些祝福家人的說話 其實你跟家人說 多謝你煮的飯 你煮的菜很好吃 真的比外面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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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健康的外面 我昨天去驗身 那個其中一個 是不是昨天去驗身 他問我什麼問題 你午餐出去吃多 又在家裡吃多 我說在家裡吃多 那就放心 表情是放心 原來在家裡吃多 代表你通常會健康一點 其實這都是愛心 那你就欣賞他 多謝你 在家裡為我 預備點食物 多謝你愛心 真的很好吃 這樣的時候 他會舒服 我們總之出於愛心 就是任何的說話 令到聽到的人舒服 你不單止現在的家庭開心 你以後 你跟誰人在一起 如果當初還沒結婚 終於結婚的時候 你都是這樣對他 關係就會改善 很多人就不是這樣想法 他就認為 到時自由輕鬆 到時很多人小時候就會想 跟家人就難相處 我日後結婚就會好 但很多人都說結婚之後 發覺同樣的問題出現 就因為我們都是要求對方 對方是要求自己 但當我們經常欣賞對方 他做得好的時候 就是經常表達的時候 對方覺得被看重 那個關係很不同 所以這裡 原來當我們討論聖經 神是很喜歡的 所以你家裡 你討論聖經 神會紀念 還有求高耶華 然後會歡喜 所以任何時間 做到人身上 神都會歡喜 那你就覺得輕鬆 那你侍奉神 就覺得輕鬆 我們很樂意侍奉神 另外我們要明白 男女的分別 這是我們一輩子 都要學習的一件事 我們當中有年輕的未結婚 我都未結婚 有一天你可能結婚 或者你跟同事相處是男女 都有分別的 藍色的代表男 女色的代表女 這個不是女色 是紅色的代表女 哈哈哈哈 我可以特地說笑 這個 OK 一起讀一下 男是怎樣 看重事情 做事和競賽 就是男性 他是體重事情 做事和競賽 所以男人談的時候 談什麼呢 談事情 新聞有什麼發生 做些什麼 車怎樣 他所做的事 或者比賽 他又說哪個厲害 這個又厲害 那個又厲害 那女性 看重什麼 看重關係 溝通和感覺 就是女性所看重的 跟著男性 是怎樣 不想聆聽 談 或面對感覺 即是他不想聽人的感覺 哎呀 沒事的 不要想那麼多 哎呀 睡覺了 不要說那麼多 即是不想聽 又不想說那麼多 他自己不想說 又不想面對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女性 當你結婚的時候 你就不要慢地要求丈夫 那你到底有什麼事啊 你有什麼不開心 快點說給他聽 他呢 他有一種催必感 反而呢 你會用另一種方法去說 你講任何人聽 我都喜歡聽的 那他會比較喜歡的 你講你的困難給我聽 我喜歡聽到 我喜歡認識你 他會覺得沒有壓力 你講吧 你講吧 你不要不講給我聽 那他會覺得壓力 或者說 你都不講給我聽 什麼都不講給我聽 這個更加壓力 所以我們留意 我們知道男和女的分別 男是需要人去慢一點的 不要那麼急 不要那麼快 給他一些空間 又告訴他 我很欣賞你這樣做 我喜歡你這樣做 當一個女性 常都催逼 或者說他不好的時候 他就不想說了 其實任何人都會不想的 好了 女性 通常也 通常想傾訴自己的經歷和感受 容易說他所經歷的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甚至我的經歷我都會不記得 有時候去過旅行 那裡 好像有些印象 Shirley告訴我 我有些印象 但Shirley能夠將她旅行的事情 重新再說一次出來 哇 就是 我是不記得了 已經 她也會很樂意去談 這個就是女性通常那種 就是她對於她所經歷的事情 和感受 是更加入她的心 男性 看我們有興趣的事情 我們就有心 然後男性 通常少感受別人的感受和需要 就是人的感受 比較慢的感受到 而女性是怎樣 她的母性 照顧的心態通常強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神就是做男做女不同 如果全世界都是女人 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你做工整班都是女人 你會發覺是非多些 一人來犯罪之後就是這樣 是非多些 閒話多些 而且又會競爭 又會說 老闆喜歡她多些 老闆又不看起我的東西 就是會比較 那男性 不要想太多 做就做 你上班一下 你都想到做什麼 就是她覺得這些事情 不用想的 就是她對這些事情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賞心的 但因為女性的賞心 其實重要性就是 家庭那些事情她會記得 男性真的會不記得 甚至有些 連兒子在讀什麼科都不知道 就是不記得又不知道 但是媽媽是會知道 過程發生什麼事情 她會知道 她的照顧心強 有她的重要 非常重要 也有她的藥行 她的藥行是什麼 夠不好說就是什麼 就家人有時候覺得 你本來我太緊要 我什麼都關心我 我什麼都要我怎麼做 尤其是有時候 母親有一種心態 很想那個子女 成為一個什麼人 的時候就有壓力 當我們認識 男女分別有什麼重要性 男的就學會 關心女性的感覺 和需要 她的溝通的需要 你就用心去聽 可能你的心就說 我想快點看我電腦 我想快點看手機 你都專心放下你的手機 去專心去聽 而女的呢 又給空間男性 和知道男性的需要的時候 就會不是 就是 不要要求她好像你一樣 她永遠都不會一樣 我也跟Shirley說 我說我永遠都不會和你一樣 我會學習盡量去感受你的感受 不過我 到死了 可能都是不同的 都是 因為我始終是男性 我的直覺反應 我第一個反應 不是每天和你一樣的 不過不要緊 其實是接立對方 就是不同的 好了 那男女怎樣建立好的家庭關係呢 來一齊導 男應該怎樣 願意委身於家庭 愛家人 他願意委身家庭 因為男有時 他結了婚 他覺得家庭已經在到 便安全 那他委身什麼 事業 他要做什麼 他有什麼玩 他有什麼事好 他就委身那樣 他要學委身於家庭 和愛家人 女性應該怎樣 一齊導 願意處理情緒和言書家 因為女性 他很體重一些東西 所以他容易有情緒 他的感情比較豐富 所以他情緒比較強烈 強烈的時候 如果是負面的時候 家人就會有一種壓力感 而且他也會容易 記住家人的不好的東西 所以他就很難些 難些去言書的 接著呢 男性要學什麼 願意聆聽關心對方的感受 聆聽關心 就不會覺得這些沒有用的 我曾經做軟毛 即是有些男人跟我說 你看我什麼用 我有病 你又幫不上我 沒有用的 當然也有些男性很樂意 聊天 兩種都有的 但是男性通常傾向於 好像招呼你一樣 沒有什麼興趣的 但是女性呢 她會比較有興趣 有人關心她 去聆聽她的需要 所以我們男性就學去聆聽 和感受去感受 然後女性怎樣呢 一齊導 給家人空間 放下控制性 和信服 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 女性太過責任感強 所以很想呢 丈夫又怎樣 丈夫變成大仔 大仔你要怎樣 小仔你要怎樣 個個你要怎樣 這樣就變成是一種 控制性 和大家都好像覺得 她要怎樣 那種 很缺乏空間 即是沒有一種自由度 還有一個學習 信服 丈夫想太 信服 最好就是 丈夫更加愛太太 那時候呢 太太是更加信服的 即是能夠大家互相相處 而這個信服呢 就是 聖經講到 就是信從神 不信從人來應當的 即是信服到程度 就是 是合乎神的心意 我們才會信從的 而很重要就是說 丈夫對妻子愛 但不是要求 不是核製她 即是不是說 我認識有人這樣說 她說我的責任太太 我要管教我的太太 我要教導我的太太 哇 即是我聽到 覺得很特別 聖經沒有說到 你管教你的太太 她覺得我要 令到她信服我 但其實聖經是說到 你愛她 好像基督愛教她 即是說 好像牧師牧養 教友都一樣 聖經講到 就是 領袖的 是要牧養 用愛心 不要核製 而教友怎樣 是應該順服 但是牧師不可以要求 即是說 核製的人 你要怎樣做 你怎樣做 但我們可以提議 可以鼓勵他們怎樣做 就不是強迫性這樣做 這樣的時候 但同樣的夫妻都是說 不是丈夫 強迫妻子 你要順服我 我說了 你就要這樣 你現在聽我說 即是不要這樣 對她說 錯了 錯了 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尊重她 我們一起談 一起討論 來怎樣去 找個位 大家能夠合作 這樣的時候 大家是彼此信服的 聖經都有講到 如今所說五章有一節 這裡講到這個 愛和信服一起讀 又當全敬為基督的心 彼此信服 你們當妻子的 當信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信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舊主 教會怎樣信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 凡事信服丈夫 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寫的 三十三節 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亞當敬仲她的丈夫 在這裡講到妻子丈夫的相處 其實也都講到所有男女相處的關係 首先第一句講 彼此信服先 所以男的需要聆聽女的 不只是要妻子信服 同樣父母和子女 聖經都是講到孝順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聖經也都講到 不要惹怡女的氣 即是說父母不是控制子女 而是去引導她 這樣的時候她更加容易信服 所以某程度 父母都信服子女 就是信服什麼呢 她的需要 她的感覺 她的困難 我們就聆聽她的情況 而不是一味是要她信服的 好了 這裡講到妻子當信服 因為女性的責任感強 所以她的傾向就是她會想控制 她會想管理整個家 但是神就說 妻子你信服你的丈夫 不要用一種強硬的方法 令到家庭 即是說 不是太太做主 譬如有時有些家庭都是這樣的 我自己以前都是這樣的 爸爸答應了是沒有用的 是要媽媽答應才行的 當我們要求一件事的時候 爸爸說可以 沒有用的 爸爸都不會隨便說 因為他知道沒有用的 所以他不會可以 最主要我們都知道 哪一個做決定 那個做決定 問那個才行 你問那個 不做決定是沒有用的 即是變成是女的做 這個一家之主 那時候那個男會怎樣 萎縮 她會縮的 退縮的 她不會再負起這個責任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學習去信服 好了 接著呢 下面第25節 就講到丈夫 愛你的妻子 好像基督外教 愛到捨己 愛到這樣的程度 好啊 33節 年而你永國人 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一樣 好像愛自己 你愛妻子就是愛自己 其實你愛家人 都是愛自己 譬如我對我太太好的時候 他真的又對我好 其實他對我好先的 我意思是 他很多地方對我好的 我都是對他好先的 我們未結婚之前 我已經跟他說了 我結婚了 我又是對你笑 擁抱你 會令你開心 我真的這樣做 我心都是這樣做的 但我留意很多細節 我沒有留意到 是他留意到 是很多細節 他會對我好的 那我 即是我真的 愛他的時候 我發覺 是真的愛自己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會真的對我好的 就令到我沒有後顧之憂 令到我能夠全心去侍奉 他也都很全心的 是體重我的侍奉 那我覺得呢 是真的愛妻子 就是愛自己一樣的 然後跟著呢 就說妻子 當敬仲她的丈夫 因為妻子 是有這個傾向 我覺得 我丈夫不及人 我丈夫是弱者 甚至有些人說 她是傻的 你不要聽她說 就是 講丈夫的時候 幾個太太走在一起 好笑說 好笑說 我丈夫真的很值得我敬仲 你很少聽到 亂講 你看她 什麼事都是敢 重複犯錯 又看別人的老公 多好 你那個好些 我這個不好 即是 都是好得彈的 但是呢 我們學習敬仲 其實誰都是敬仲 我之前跟這位來的 這位少女 跟她聊天 我都是敬仲 我很欣賞她 我真的有機會 聽她說話 她很聰明 很聰明 很有表達的能力 她雖然年紀小小 跟一個成年人說話 我問她 她真的表達得很清楚 是很特別的 我見到她年紀四年 但我會敬仲她 同樣 你們個個都敬仲 我都體重 個個人都是很特別的 當你敬仲人 你又要改變人 如果你說 你們個個都不想 什麼 未到位 你學我 你看我多厲害 如果我這樣 我幫不到人 但是我 我經常都說 不是我的能力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能力 我們個個都可以的 我真的覺得 你們個個都可以的 而你做每一件事 神都喜歡的 是這樣的 更加能力 興起人 我們家庭都一樣 有誰做得好 立刻讚他 立刻欣賞他 真心覺得是好的 真心覺得 我真的有福 其實大家想想 你家人中 有好的地方 你能否 現在一起說 我真的有福 我真的有福 我家人真的對我 有好的地方 我真的有福 其實我們都是學習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就懂得尊重他 看重他 我們有他 不是必然的 有他是一個禮物來的 就是能夠有的一切是禮物來的 那我們愛 怎樣愛呢 愛的質素在這裡 光臨多前書十三章四字一起讀 愛是恆久忍來又有恩慈 愛是不疾度 愛是不自誇 不張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煩惱 不計算人的愛 不喜歡不義 不喜 而此喜歡真理 你這裡講到愛的一些質素 不過往往人是有相反的 我們就留意我們怎樣有正念的 愛是恆久忍來 不過很多人是沒有耐性的 你說有耐性的人是少的 我們就說神愛幫我 有耐性 那為什麼需要耐性呢 就因為那些人有需要 他們改不了 所以需要耐性幫他 任何人都是的 你要幫助人 當然要耐性 所以我們學習愛人的耐性 有恩慈的 就是good kindness 就是對人仁慈的 有愛心的 但人就不是想拿東西 想得到一些東西 愛是不疾度 但很多人愛呢 就是疾度的 反而我們用一個正面的方法就是 珍惜他 你跟我一起 我很開心的 而不是說疾度他 譬如有些女生 看到那個男生 跟別的女生聊天 即是普通聊天 他已經疾度了 這樣的時候 反而令到那個男生 很受約束 我們就其實 給他一個自由 但我們會告訴他 我多麼欣賞和你一起 我多麼珍惜你 我和太太都時常地說 我如何珍惜她 我們昨天走過的地方 就是一種花 在她結婚的時候 她就戴在一個頸 在一個耳朵那裡 我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花 想到什麼 我給大家想一想 即是說 我會想到什麼 我會馬上想回那個時候 我都告訴她 即是說 我時時都珍惜有她 我珍惜 我也都珍惜有你們 珍惜有神給我一切 那是用一個愛的關係 來維持我們的關係 而不是用疾度的方法 我是不自誇不張狂的 但人就讓我誇越自己的好 你又沒有用 你又沒有做事 你看我經常都做事 即是這個就自誇了 而我們經常都在神面前欠虛 其實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很少我聽到人 多數是太太找我的時候 多數是求助的太太 我丈夫又不理我 又不幫我家 又不聽我說話 好少說 我又怒吵 我又長氣 我又囉嗦 好少說給我聽 多數我問回她 你講話是怎樣的 你跟兒女講話是怎樣的 有時候她就知道 原來她都很長氣 不做害羞的事 人就容易做一些 不見得光的事 但我們就開心 做一些真的不害羞的事 還有不求自己益處 其實通常結婚都說 哇 我那個男生的女生很厲害 什麼什麼 都是她什麼好 然後呢 結婚之後 她又不是那麼好的 什麼什麼不好 總是數對方 要求對方 而不是說 我打算結婚 我想怎樣 很少人這樣說 我沒有聽過人這樣說 我結婚 我要怎樣對我太太 我怎樣對我丈夫 我怎樣付出的 不輕易發怒 人們又喜歡發怒 很容易有什麼不合心 就發脾氣 我們就想一想 每一次發脾氣 就減分 就破壞 還有計算人 很多人都喜歡 數別人的不好 我們就 即是說 她有不好 其實人人都有不好 我都有不好 我們就怎樣嚴恕 怎樣處理 還有 不喜歡不義 我們就喜歡 喜歡神的聖結 喜歡行神的路 喜歡真理 但很多人就 專門喜歡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求神幫我們 充滿神的愛的質素 整個生命 都是祝福人的 這樣 人見人外 人見到你都會歡喜的 而我們在家 可以將我們看為 一個牧養家人的人 就算可能你不是最大的 你是小時候 你都可以牧養 在《彼得詞書》第五章二節 那裡講到牧養 你中間的群羊 怎樣養呢 不是出於勉強 是出於甘心 是出於樂意的 不是核際所託付你的 是作群羊的榜樣 即是說我們家人 我們都可以牧養他們 照顧他們 幫他們 在人際的關係 溝通 和屬靈的生命 幫助他們一步步的建立 而在行動上是愛的 實際的愛 有人一書三章十八字一起讀 小展門 我們相愛不要 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舌頭上 就是在行動上有愛心的 任何的小行動 即是我和太太回家 我就會爭先去拿拖鞋給他們 我們一起拆鞋 我們一起拆鞋 就是一個相處的時間 我就會為他們整拿拖鞋 洗澡 我們誰先呢 跟對方拿衣服 總之 不只是拿自己的衣服 而是拿別人的衣服 這是一種服侍 就是服侍對方 對方喝水 我馬上就去拿水 有時候我也不好意思 在床上 我有點咳 他馬上就去拿水 給我 這就是行動上的愛 希望我們在行動上的愛 尊重他 聆聽他 為他好 愛是什麼呢 是為他好 而是他歡喜的方式 當然有時候 未必個人會歡喜 但你會找一個方法 為他歡喜 譬如我們想幫他靈命 他未必想我 但我們就會找一個方法 怎樣他歡喜的方法 譬如有些丈夫 為了愛太太 做什麼呢 太太生日的時候 就送了一副運動機器給他太太 他說 我出去愛 我只有一副運動機器 讓你肯定一點 不要有大肚腩 再加一句 讓你不要有大肚腩 讓你太太受到 這個很生氣 好笑 你真的要我做運動 這個 他來說是愛 不過其實 是有一種 稍微操縱性 操控性 很想他做他的方式 他很想為他好 不過 他的太太不想的時候 我們可能用這種方法 你陪他一起運動 可能會好一點 你叫他運動 就不是很適合 這個就是 適合他的方式 適合他的方式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譬如 教導兒子 你用你的方式 叫他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他真的不適合 用尊重的方式 他覺得更加被接納 這就是求神給我們智慧 留一本書 或者上網 都找到的 五個愛的語言 大家都應該去看 去找的 一放在記憶 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 這個是專注的時刻 一起專注的 在那時候 不是看手機 不是看電視 一起專注去溝通的 第二 就是正念 和愛心的言語 是欣賞的 有很多人分不到 什麼叫正念語 和負面的言語 他不知道什麼是批評傷害的 我們要學習 什麼是正念的 欣賞的 多謝你 我欣賞你做得好的地方 第三 就是愛心的禮物 愛心的禮物 不是一定要很大份 不是一定沒有錢的 而是令對方覺得開心 是有心意的 愛心的服務行動 就是會服務對方的 然後 第五就是身份的接觸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 來表達我們的愛的 那就是用行動去想 而你是根據對方最想 不是你最想 是對方最想的 來做在他身上 用適合他的方式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把愛帶給我們家庭 比起跟家人有親切的關係 好像耶穌和十二月的女人說 女兒放心 這個女人可能一輩子都會記住 耶穌曾經跟我說 女兒放心 她可能還記得耶穌的語氣 一直記得耶穌 怎麼跟你說 女兒放心 神都跟我們各個說 那你跟你的家人都可以這樣說 我真的見過 有人跟他兒子說 乖兒子 每次都說乖兒子 我都聽過有人說 壞兒子 我們試試說乖兒子 乖女兒 即是說好的話 欣賞的話 是親切的 有些人結婚就怎樣呢 就叫他做爹地 那個丈夫就叫做爹地 跟了他兒子叫 沒有了那種親切 好像兩個已經不再是親切情人的關係 我也是 我都見到 有人叫她 她的丈夫叫做契爺 我說 哪個是契爺 那時候是狗 那狗是契爺 那個契媽 有些可笑 她兩個聲夫就是契爺契媽 原來我們其實都有親切的 講笑的方式 親切的關係 還有不要惹兒女的氣 不要惹人的氣 即是甚麼說話 他正在發生氣 你還去跟他說理由 不要說了 其實我聽到你說 對不起 我們平靜一下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但是最好你能夠摸到他的心 我都甚麼做錯 請你言言我 而對方最好就能夠 告訴他 而不是讓他猜 有時候 男人就覺得很難 就是女人生氣 又不知道他生氣甚麼 在嘗試猜 又猜不對 女人說給他聽就可以了 但女人不服氣 說給你聽 即是 即是你不用想了 或者覺得 你這麼久都想不到 這麼多次都想不到 但是 男人的確那些事上 是慢一點的 所以你就 因為他對於感覺是慢一點的 所以你就告訴他 OK的 不要惹餘你氣 我一起讀下面一字 尊重他們和他們的智力 與他們探討智力的方法 這個尊重他的智力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他的家人 已經蠢得一隻豬這樣 他已經 即是 即是 覺得他是沒有智力的 沒有決定的能力 他做了甚麼決定都錯了 第一 如果他真的那麼差 為甚麼你會和他結婚呢 那時候覺得他好 為甚麼後來覺得他 這麼沒有鎮亂的能力 就是因為見到他相處多 就下了半語 他是蠢的 他是沒用的 但是你越想他蠢的 他越蠢 所以我們學習 尊重他 其實他有他的長處 他的強項 小朋友都有他的強項 我們尊重他的時候 他更加發揮他的強項 還有我深信你在這件事上 你可以做到決定 你可以分辨到的 你可以做得到的 那由他做到的時候 他可能這樣 我分 我深信你 我做到 他譬如做到這麼少 很多人還沒做 你都欣賞那部份 你做到這部份 我欣賞你 你會做得越來越好的 你今次已經很好 即是欣賞他的時候 他就覺得有動力 還有探討怎樣處理方法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教導的方式 就不只是叫他怎樣做 我們大家談一下 怎樣的方法處理 好了 講到兒女 尊重他的意見 還有去引發 很重要 引發他的思考和探討 我們一起讀這個 對於兒女要怎樣呢 一起讀 尊重他們 尚讓他們知道他們很寶貴 第二 欣賞他們所有好的地方 第三 告訴他們一些偉大教徒的見證 然後 與他們談論 他們想不想成為偉大的人 然後討論 若想偉大 他們需要做什麼 然後呢 聽到問題人物 討論為何他們有問題 就是說呢 第一 尊重他們 即是你 如果你說你的兒女是一隻豬 那你自己是什麼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既然你生他出 他都有你的遺傳一致 他都不是蠢 所以尊重他們 他們是有智慧有聰明的 給他知道他多麼寶貴 他有強項 從小時候發現他強項 從小時候欣賞他 他有什麼強項 欣賞他們任何好的地方都提醒他 因為世界上很多人不欣賞 但是你欣賞他 鼓勵他 然後呢 告訴他一些偉大基督徒的 見證有任何好的地方 還有跟他們談論 想不想成為偉大的 又告訴他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你做得到的 那又討論了 怎樣 如果你想偉大 他需要做什麼呢 那這個是需要有智慧 就不是好像壓迫他 而是呢 我真是深信你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尤其他最有興趣的東西 你在那些事上 他將來發揮 因為人有不同的興趣 譬如有人在藝術有興趣 你想他做醫生 他不會做到一個好醫生 他會有藝術的方面 那你就不要想著他要做醫生 因為我以前想做醫生 我做不到 他是藝術的 他就在藝術方面發展 因為每個人不同的性質 那時候呢 你就會跟他說 你想成為偉大藝術家 你可以做些什麼 那你就去 在這方面和他引發 然後呢 也有時候看到一些問題 人物討論 為什麼會有問題 那曾經呢 敵然 看他一個錄音帶 我曾經聽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說到他去看一個馬戲 在他前面 在他旁邊 就有一個媽媽和女兒在看 而做馬戲的時候 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那個表演的人 失敗 他失敗又再做過 我不記得 好像又再失敗 又第三至一 總之後來做回 那媽媽立刻用這個機會 你看他多有行心 立刻用這個機會 但又沒有加上一句 就好像你 你沒有行心 那這個全部 打了折扣 沒有用的 全部沒有用的 也就是說 你看那個人 這麼有行心 你都可以跟他討論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行心 他發生什麼事呢 這些呢 就是引發思想 這個呢 激勵人 和任何人都一樣 即是我們的教育 都是 我都是讓你知道 你們的寶貴 你們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的家庭是這樣 不是只拍照的時候 我拍照的時候 是這樣的 只拍照沒有用 是真的 那個家庭 是你喜歡回到家裡的 我太太經常都說 他喜歡回到家裡的 他回來了 我現在電話溝通 他很開心 即是 我都很開心 有個這麼開心的太太 我都跟他說 你是我的開心火 即是 在一起拍開心的 我都希望你能夠 成為你家裡的開心火 即是你把開心帶到你家裡 我們一起祈禱 在一起 我們都默想一下 我們自己 你不要 希望 都是我爸爸 我媽媽不要 是你自己 那些什麼悔改 不要想你爸爸 你媽媽 你什麼悔改 想你自己 在這一陣子 恨神去徒徒 神啊 我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好 我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 可以改善的 剛才耶穌幫了我 剛才耶穌幫我 剛才耶穌幫我 剛才耶穌医治我的家 祝福我的家 我給大家少少空間 少少時間 去回應神 大家去回應神 天父 多謝天父 天父你贈我 耶穌你贈我 耶穌你贈我 神聖我們 你所見到的門徒 有他們的弱點 耶穌你又指出他們的弱點 但你都欣賞他們 都告訴他們 他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告訴他們他們的聚識 耶穌求你幫助 我們看到人的長處 就欣賞他們 我們又想想 我們有什麼可以表達對他們的愛 更加去愛他們 更加去關心他們 更加建立關係 這個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用愛心做入 我們是神所喜悅的 少少的事 一杯涼水 神所喜悅 主耶穌求你都幫我們想 我們今晚可以跟我們的媽媽 如何慶祝母親節 如何祝福他們 令他們更加開心 令他們感受悲哀 令他們感受到 真是我們體重她的 當我們想回 我們以前小時候 如何需要媽媽 求你都幫我們向她表達 真是媽媽對我們的重要性 我們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神祢透過我們家庭給我們這麼多 神祢能夠賜給我們家庭 我們家庭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雖然我們想到 我自己也想到 我家庭中的困難 但是我們也想到 因為我家庭我得到的恩典 因為我家庭也得到很多的恩典 如果不是因為我家庭 我今天也沒有今天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是孤兒 不會有今天這一切 我多謝天父 我們不是孤兒 多謝天父 神祢透過我們家庭 給我們這麼多 祝福我們 聖滅我們一切的罪 叫我們真心灰改 我們對家人有不好的地方 靠著聖滅我們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來福祉耶穌聖命 我多謝天父 我想回我在家庭得到很多好東西 若不是我爸在馬會做 我不會一直讀書 可以一直讀下去 這都是神的安排 若不是我後母 如何努力幫我 我也不會後來 一直讀書 可能一早已經出去做工 所以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為什麼我說頭髮呢,我都是分辨,因為我自生我的媽媽, 但我們稱呼她一樣是媽媽,心態都是媽媽, 但讓大家分辨到不是我本身的媽媽, 我都是覺得我的親人,我爸爸有他不好的地方, 但她給我一個好的榜樣,她很溫和,她給我一些深刻的印象, 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其實我們想回家人好的地方, 我們都說,我感謝主,我有他們。 詞曲 李宗盛